2023 年才是我们正式品牌落地的元年 如果要做品牌 那你在质疑我在做品牌这件事情吗 未来我们就有一个妓女 不要再说如果我们做品牌 我们就是要做品牌 我们非常坚定要做的品牌 不要有任何管理 这是一场硝烟弥漫的会议 发火的人是厦门俊仪创始人徐沐轩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力排众议推动品牌升级呢 作为大运动服饰品牌 厦门俊仪旗下的Believe 已经依托亚马逊沉淀9年 成为多个运动服饰品类的头部卖家 创造了年销售十几亿的娇人战绩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做大体育 大运动 能够把亚马逊里面的流量都能够挖掘出来 过去从0到1是单品爆品开始起来 然后从单品爆品到整个品类的爆品 开始延展 那么现在我们属于3.0 那就是品类到品牌的阶段 关于品牌升级 亚马逊运营美国站高级主管 Louis还是心有疑虑 就是我们本来是卖产品是不是可以按照以前的一些经验去推去卖 比较大刀阔斧的去做品牌的话 对我们部门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 过去通过亚马逊 我们更多通过的是性价比也好 价格也好等等的这种很多的成立一些卖货的打法 但它这个卖货的打法 它不能够去可持续 如果我们永远都在做卖货的话 我们就没有参与化 根据品牌升级战略 原先以性价比取升的Believe 未来品牌定位将朝更高方向上迈进 那就是说可以通过人与人的连接呢 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 自然自在的自信的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 产品力的升级是品牌升级的基础 身为研发部总监 12类的目标很简单 为产品升级寻找更优质的面料 因为产品是品牌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产品升级是品牌升级面最重要的第一要素 那产品升级其实最重要的表现在 就是你的面料用得更好 你的工艺细节做得更好 然后你的版型做得更好 整个第一个总品牌系列的升级 应该是我们SWiNleve这个系列 从瑜伽的这个品开始 会从我们比较强势比较在行的这些产品 然后去先有第一波试水 从供应链从产品做了一个非常新的迭代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品牌在定位的时候 我们想要把自己往更高品质和更高形象的定位上面去拉 终于品牌升级战略下的第一代产品 排名很快从第二名调到了第三十名 转化率也直线下降 然后之前它这个类目我们也排第二的 然后现在也掉了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它这一款可能是有受到我们自己涨价的影响 这个对于转化率的影响是最大的 更让亚马逊运营团队意外的是 就连本LIF产品的整体利润率也同步下降 一开始我还是降了挺多的 就是整体都降了40%以上的利润率的一个降幅 我觉得这高价真的很难卖 束手无措的Lois只好向销售总监Jerry紧急求助 这是因为高价 你广告打法还是沿用原来之前的是吗 这个就是有问题 因为它不同交易段对应的是不同的消费人群 你的广告打法策略什么都要去优化 去调整才会有效果 刚是水就遭遇激流险滩 Believe的品牌升级之路 Lois该从何处入手找到突围的办法呢 海洋垃圾治理一直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一体 而将海洋垃圾变成可以穿在身上的运动服饰 Believe已经做了三年 追求环保的品牌理念 也是Believe产品备受欧美客户青睐的原因 就是在上面 通过那个出的品 或者说海洋的运动 回收回来以后把它们刷 然后就做成沙线 这样子都会 同样会被摆得上 除了说这种责任嘛 根据品牌升级战略 在2023秋冬新品的规划中 研发部还进一步提升了面料品质 增加了高视线 整个瑜伽小组后面的新产品 全部都要用高视线 全部都会用高视线 然而小小一根高视线 却挑起了研发部与运营部的冲突 如果要去升级高视线的话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基本所有价格都要往上 如果连高视线这样的东西都不敢用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的品牌 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可以把更好的东西卖出去 我不是简单地说 比上次价格高了 我就是不能卖 我就是不要做 是沿用传统打法 在舒适圈里卷利润 还是改变思路 为高价产品创造新的盈利空间 负责广告投放的Frayer给出的建议 让Lois有了新思路 那有可能是我们展示的这些地方 他们的一个受众 还是我们之前那些受众 我们广告打的还是SP为主 但是之前那些都是适应于我们之前的老客户 我们现在新客户肯定会有新的一些旗号啊 就是要去找到高端客户 他的购买的决策因子 对 我的哥 有什么好事 律师 Lois又找到了品牌部的Steve 因为我们是要出动的是高价新品嘛 首先呢就客户人群 它是要定位在高价的客户人群 就是在于说 这个人群他购买的缺帐因子是有哪一些 接到Lois的请求后 很快Steve就完成了对中高端客群的调研 我们整个的最大团呢 还是在我们35岁到44岁 比较标准的一个中产 他们可能对价格的敏感度 其实是比较低的 第一他们是在乎产品的质量 那第二呢是 他们对这个品牌输出的这些观念 是不是符合他们 但是我们分析出来之后 用什么广告类型去投这些 这些人群 如果是站外的话 是不是只能通过 DSP和OTT这些呢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跟展示广告这边在做 经过调研 Lois意识到 过去更多倚重商品推广广告 而忽视品牌推广广告和展示型推广广告的打法 在品牌升级阶段已经不合时宜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集中一把大部分的预算是放在 SP广告的可能会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 在SB跟SD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个位数的仗比 此时亚马逊广告资深卖家讲师林彭祥来到了厦门俊益 为运营团队提供了在亚马逊上打造品牌的全新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品牌定位要做好 亚马逊在这个赛场上面的角度 它应该是个全案影响 全化影响 如果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品牌 占到流量高位就能够有大量 那你就去占高位 就是我不花没所谓的 我觉得它那一场培训非常精彩 它其实用在说一些广告类型上面的一些调整 有受到启发吧 就是可能会在SB跟SD里面去做一些拓宽跟提高 深受启发的Louis立刻拉上Freeer商量调整广告架构 我觉得SD跟SD先占比到40% 然后我们会来到那个SP广告占比60% 就在Louis积极调整秋冬新品的广告架构时 一直是离新品开发的Sherly 邀请Louis和徐木轩等人 一起试穿2023秋冬瑜伽新品 贡商产品的优化空间 品牌升级不会一蹴而就 它更像春风话雨润舞无声 俊逸的每一个水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参与这场悄悄改变未来的活动 美国纽约 海外团队正在拍摄2023秋冬新品产品视频 未来这支产品视频将会被投放在流媒体电视广告上 然后呢就是品牌部现在就是要对一些页面进行一个升级优化 其实这个版本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这不是两个系列 但是它现在是两个系列杂融在一起 然后唯一有做的就是在这个面料这边做的区分 而在国内随着对品牌升级的认知越来越清晰 亚马逊运营团队不仅升级了广告打法 还与品牌铺合作 对亚马逊品牌旗舰店页面做了视觉升级 优秀的产品力加上不足的广告表现 2023秋冬新品一上线就赢得了海外消费者的好评 与此同时 2023秋冬新品上线后亚马逊DSP广告表现也非常喜人 收获的甘甜 让Lois和小伙伴们亲身感受到品牌升级带来的改变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们说小翠是他们的快乐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就很快乐啊 对不对 你这个NPC还不怕 对我现在出发了 那个小云说他快到了 作为公司行走的名片 今天徐沐轩特意穿上2023秋冬新品去见几位挚友 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这个是我们的新的系列 SWWE LEAVE 可以 这是我们2023秋冬的 未来我们的产品全部会这样系列的出来 未来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品牌诞生 就是 BELIEVE BELIEVE 来来来 祝贺我的新产品 来来来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那个品牌升级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觉得各个部门把一些品牌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 我们也各个部门把这些数据拿出来 SWWE LEAVE的话 其实SWWE LEAVE是最早上线的 应该算是最早上线的一款品牌升级的方向嘛 先从产品力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成功的 那整体的用户评价等等的都是不错的 就是SWWE LEAVE这块 我们今年的话 前期推广确实 用户对于这块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嘛 就是对于我们今年推的这个面料的一个升级 会在24春夏这块 去上线我们优化后的一个产品去迭代老款 这个系列的品对于30家的吸引力是会更高的 网红的合作事情上面的话 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们现在这个系列在那个社媒上面的一些沉淀的数据 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如果从今天当下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收获 还是回到我们当初的那个决定 就是以终为始 今天的这个结果就是跟你当初的开始的那个坚定的选择 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坚定了你就坚定的去推行下去 团队它都会被影响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定例 我觉得这个收获还是会持续下去 就是为什么说做品牌它是 它是有一种牵引力的 它是个灯塔 它会让大家真的会朝这个方向再走 从懵懂到坚定 从将信将疑到主动出击 俊逸的品牌升级战略 正一步步让蓝图中的美好未来 变成肉眼可见的梦想成真 水手计划 你是世界的主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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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